大家好,我是小安 秋天天气非常的干燥 水分流失也是非常快 我们身体血管中的脂质循环不流畅 就会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的问题出现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六种水果可以有效保护心血管健康 还有一种水果我们千万不要碰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套循环系统的 它可以让血液来滋养我们身体内在的脏气 如果我们血管出现了问题 或东西堵住了或老化 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肌缺血 那就会出现心梗 关心病 如是脑缺血 那会出现急性的脑梗问题 这些疾病全是危害我们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平时我们身体在治疗方面要跟进 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多吃一些新鲜水果 就是其中一种辅助方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权威的研究 第一个是发表权威医学杂志 新英格兰杂志上的意见 由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医学院研究 共同完成了设计70万人的研究 研究中发现 我们每天摄入100克的新型水果 可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第二个全面研究就是纽约岛上发表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表明了 在2015年 因水果摄入不足 逐渐导致的心血管高发人数高达300万 所以这两项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大部分一些专业的科学家 医学人士都是很推荐多吃这类新鲜水果的 今天就分享这六种对心血管系统 有个你保护作用的水果 还有一种是不利于心血管疾病的水果 堪称心血管疾病的杀手 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 多吃苹果对预防心脏病有一定作用 这是因苹果里含有维生素C 还有叶酸 苹果当中水分含量高达80% 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属于高钾的水果 可有效预防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对血压的控制是有一定帮助的 它里面甲元素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可有效促进体内脂肪的分解 可预防心血管疾病 荷兰一些研究人员发现 每日吃一个苹果比不吃苹果 人患关心病的死亡率降低70% 所以苹果说是非常适合高血压人群的食用 非常适合心脑血管人群吃的第二种水果 它就是山楂 山楂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里面含有糖类 蛋白质 脂肪 矿物质 维生素等等 对于我们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特别是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的人 并且山楂是胃酸 它还有利于我们有效促进消化 促进食欲 但有胃溃疡或是胃病的人中 或是孕妇 我们就不建议吃山楂了 因山楂里有活血化瘀 消食健胃的作用 对血脂 心血管疾病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种木瓜 木瓜被人称为有万寿瓜的美称 富含17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比如说甲美 铁 木瓜里含糖量非常低 每100克木瓜 大约只有27大卡的热量 非常有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 想要控制体重 或是不想长胖的人 使用木瓜是非常适合的 同时 木瓜对我们血压的控制 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木瓜也特适合心血管人们吃的 第四种 猕猴桃如说降血压当中 水果哪一种水果营养最足 那一定就是猕猴桃 它有水果之王 那美称 猕猴桃是我们的超级降压食物 这是因为猕猴桃中的美甲 可有效促进血管正常扩张 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 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有效抑制体内产生血管加压素 同时减少血管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不正常收缩 因猕猴桃中的果胶 膳食纤维和植物固醇含量非常高 高血压患者吃猕猴桃有非常好的降低胆固醇 降低高血压降汁的效果 还可有效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同时防止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 在吃猕猴桃的时候 我们可选择生吃 也可选择榨汁 它的效果都是很好的 第五 樱桃 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报告发现 吃樱桃汁可有效降低血液的效果和药物一样好 将60毫升的樱桃汁加水稀释 喝完之后 血压可以有效降低7% 这一幅度等于是中风和心脏病危险率 分别降低38%和23% 樱桃里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可有效促进钠离子从尿液中排泄 甲元素还可有效对抗高血压 还可有效维护心血管系统健康 其中所含的维生素B可有效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还具有利尿 降低血压血脂的效果 再加上樱桃中 胡皮素具有抗氧化功能 还有利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第六种柚子 柚子是降血压水果排行榜第一名 柚子里含有的营养成分可有效减少血液粘稠度 进而可有效减少心脏的负担 而且还能快速降低患各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吃柚子可缓解血管平滑肌的紧张程度 从而减少肾上腺素的分泌 应可有效地起到降血压和维持血压平衡的作用 所以柚子是很适合高血压患者吃的 医生温馨提示 柚子不可和降压药物一同吃 否则还会让血压骤降 而且等于普通柚子来说 柚子肉危害还更大 吃药期间我们最好避免食用柚子 还有一种水果 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尽量不要吃 那就是爱吃的榴莲 榴莲是一种高热量的水果 榴莲的热量每100克里含有150千卡 我们的米饭100克里也才110千卡 所以这个榴莲热量比我们吃米饭还要高很多 常吃榴莲对我们控制血糖 血压血脂都非常的不好的 如患有心血管人群 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 高尿酸人群都不要吃榴莲 高血糖人群最好不要吃芒果 芒果是一种含糖类物质非常丰富的水果 当高血压患者摄入之后 身体会迅速升高血糖 营养物质也会随之转化成脂肪堆积 身体出现肥胖风险 患者体内脂肪物质储存过量时 肥胖之后就会导致我们血压升高 非常不利于血压的控制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